请示范 下去吧 是 这每个人怀象 真是不一样 淑妃娘娘欲喜 吐得厉害 家贵妃娘娘 欲喜精神奕奕 您倒不吐就是晕血 可吃不下东西不行啊 为了腹中的龙胎 您多少也得吃一点 太后来看本宫的时候 说她怀着两位长公主的时候 就精神不好 叫本宫多多敬仰 可是 皇后娘娘 于妃娘娘和淑妃娘娘来了 快请 这 姐姐 快让我瞧瞧 这时候哪能摸得出来啊 都还没显怀呢 幸好啊 姐姐在永寿宫无事 否则要是伤到腹中的孩子 可怎么好 是啊 坐吧 姐姐 你这是太在意皇上 还有夫妻这儿子了 才会生了永寿宫的事 好在你身体没事 该罚的人也都罚了 不说这事了 叶欣 快把东西拿上来 是 做了这么多啊 做得真精致 是 自从开始伺候皇上 我就替姐姐攒下了这些 一年只攒一件 用最好的料子来缝 总想着 这么坐着坐着 不知道哪一年 姐姐就能有喜了 海岚啊 真的多谢你有这样的心意 蓉佩 把她好好收着 是 现在就希望啊 姐姐能平平安安地生下个皇子 也好给五二哥和十二哥做个伴 妹妹 这是惦记起十二哥了 贤亲王夫妻都是细心的人 我听说十二哥已经逐渐好转了 妹妹也别太担心了 我知道 一欢 吃个橘子吧 谢谢姐姐 你要吃什么 苹果吗 姐姐你怀着呢 还是你吃吧 我吃不下东西啊 按你说来 朕的身体全让无恙 皇上身体强健 无须再尽滋补之物 那前些日子朕的精神不济 老虎都有打断的时候 何况是血肉之躯 皇上的身体需要慢慢调养 只是有些人心急 拿了大热之物给皇上进补 只为的是一时至孝 以微臣看 皇上只要静养几日 便能好转 难怪皇后要替朕生气 人人都是花端紧促的热闹 唯有皇后 是让人清醒的冰雪 微臣还有一事禀报 你说 微臣去贤秦王府 见福晋照料十二个仔细 十二个现在身体好了不说 脸色也好看了 人也强健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这朕与十二个都无事 朕就放心了 朕与宾 在 你得空多去给十二个尘迈 务必让这孩子赶紧好起来 是 朕与宾 成人 说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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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细雨伤肝 主儿 您还是宽宽心吧 本宫失宠见不到皇上 内务府也跟着怠慢了 就连本宫额年和左鹿 也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伸手要银子 本宫就算有银子也被掏空了 老夫人不知道 在这个宫里哪里不要省钱的 否则使唤得动谁 这银子流水一样出去 您自个儿也没多少 本宫啊不求有个富贵娘家 只希望她们能够贴心一些 如今 如今没有人能帮本宫了 本宫还能指望谁 主儿 别伤心了 咱们去找静忠公公 想想办法再说呀 银子以后 喝点粥吧 怎么越画越不像呢 那是因为您心不尽 明日就是皇上选秀的正日子了 您能画得好吗 皇上奉太后六巡万寿之名 选取秀女侍奉宫中 那是名震言顺的事 好容易这回令妃她们受责罚 皇上来多看了主两回 这又要选秀 等新人一来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主 奴婢是替您着急 皇上不是娇奢淫逸之人 登基这么多年 这才第一次选秀 如果按照宫女的老规矩 三年一大选 那六宫早就该没有本宫的位置了 咱们该记着皇上的好 奴婢相中的几位格格 选秀的头两轮就被筛下来了 人不够出挑吗 皇上说了 全城之女不选 立朝为官者之女不选 若地位过低的 也不选 皇帝房心还真够重的 明日就是奠选的正日子了 皇后有孕 不能操劳去不了 皇上已经来请过太后 要您一起去奠选 打着哀家六十大寿的名号选秀 又不选哀家过问 让皇帝自己做主就是了 正皇帝护军参领 正皇帝护军参领 卓特之女布尔查氏 正皇帝内管领阿布奇之女阿尔布氏 香皇帝园外 朗索河之女伯朔氏 香兰旗巡抚恶顺之女西林觉罗氏 香白旗拜堂阿佛因之女林氏 阿巴亥布德木齐赛因查氏之女拜尔果斯氏 香兰旗护军参领恶奈之女张氏 正皇帝司库康申之女康氏 三位新人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 臣妾请皇后娘娘安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起来吧 次座 谢谢皇后娘娘 进了宫 以后大家就都是姐妹了 朕逢太后六十大寿 人多了也热闹些 妹妹们果然都娇俏可人 往后在一块也得趣 客贵人 别拘束 这是上好的龙井 你们都尝尝 我记得客贵人出身蒙古 怕是不大喝得惯南方的茶吧 臣妾喝奶茶喝惯了 是我不够细心 没想到这一层 三位妹妹不要见笑 咱们这位令妃呀 只对皇上一个人细心 旁人哪入到了她的眼啊 本宫身子不适 锦仁宫和贤福宫 都是于飞操办的 都还满意吗 原以为离了草原 便是宫中格局了 没想到臣妾居住的贤福宫 竟有一番家乡的风味 臣妾 深觉亲切 满意便好 你们也得开始学着规矩 伺候皇上了 是 太后 给三位新人的礼都赏了吗 都赏赐了 今日三位新人来请安 倒都是大方有礼的姑娘 看着是安分的 想来皇帝是厌倦了 后宫的尔虞我诈 这次选的人都还安分 皇后有着身孕 也不必太操心了 太后为他们操什么心呢 您的六雄万寿就要到了 各个宫侯王府送来的贺礼 还有皇上敬献的珍宝 您得空也挑一挑 您看 您座上的那条熊皮褥子 是皇上木兰秋显时 亲自猎杀的黑熊剥的熊皮 昨日送来的狐皮大厂 是皇后和于妃亲自给您缝制的 皇帝虽然和哀家疏远 但是外头的脸面都还顾着的 他让礼部还为哀家遵了个挥号 今日内务府让内阁拟了来瞧 是康惠敦和四字 还不错 皇上最爱惜颜面 不敢为天下人指责不孝 皇上 臣妾的雪儿堆好了 您快来给他点个眼睛 瞧你这般的顽皮 令妃娘娘来了 好 朕顶得如何 皇上顶得甚好 皇上 臣妾和您烤肉去 对着大雪吃 菜药区儿呢 嗯 那皇上您先进去暖手 臣妾叫他们割肉 好 令妃姐姐安 佟安 柯萍妹妹 我得了新鲜的野鸡特意拿来 喂汤也好 烤了也罢 由妹妹做主 我也来凑个热闹 多谢姐姐 不过这个热闹可不是谁都凑得上的 我是蒙古人 闻惯了烤肉的油腻味 哪敢拉上姐姐 难道 妹妹就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吗 姐姐放心 皇上在我这儿好好的 只是烤羊肉吃 不会贪喝陆雪酒 姐姐的盛情我一并谢过了 至于这些野鸡子 你自个儿留着用吧 行了 爸 关门 别让烤肉味飘出去了 他一个小小的新人都敢瞧不起我 主儿 您别和柯萍置气 犯不上啊 本宫跟谁都不敢置气 那些是什么人哪 家贵妃快生了吧 这应该是在替她选戒身老了 算来皇后娘娘也快生了 听说皇上已经下旨 命皇后的额娘 承恩公夫人进宫陪产呢 凭什么救我不得宠 他们一个个过得这么好 得宠的得宠生子的生子 额娘快起来吧 快 额娘坐 好好娘娘使不得 不必去理 对 照例说 要预洗八个月 母家才能入宫伺候 你看我字才六个月 皇上就让您进宫了 皇上疼你 额娘看得出来 额娘这么看着女儿做什么 额娘看了你的肚子就欢喜 额额的 像是个阿哥吧 太医说是个女胎 哪个太医说的呀 准不准 伺候我的江雨斌啊 是太医院数一数二的 他说的应该不但会有差错 也好 新开花后结果 总能生出皇子来 皇后的胎像如何 回皇上 皇后娘娘和复制龙胎 一切安好 都六个月了 可知男女 回皇上 脉象忽强忽弱 不大好判定 有时脉象强健 像是男胎 可娘娘之间又眩晕 脉象 脉象 脉象细微 又像是女胎 罢了 朕白问你了 朕亲自去看看皇后 是 这孩子真有劲啊 还踢了朕一脚 他知道皇阿玛在 高兴嘛 若是个嫡子 当然了 公主也是好的 皇上膝下有两位公主 和亲公主又嫁到了蒙古 臣妾倒是想要一位公主 公主多贴心啊 是啊 公主是贴心 所以皇后 逢了件粉色的衣裳 公主自然要穿粉色的 粉色好 粉色好 文旨 那我不能量 因为她不邓职 而且哪有劲啊 不要风格 只要沈门 不贴心啊 还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